在今生前世或长久以来 我们与众生有了不同的千禅和纠葛关系 有的是互为彼此的关心 照顾 帮助而形成的善缘 有的是彼此争执 抢夺 侵犯 伤害 凌辱 杀吃等种种形式而形成了的恶缘 彼此的各种姻缘 缠极了欲身 不论是良善的或不良善的 彼此就愈容易在来世的轮回中再次相遇 二是这种方法 教您化解前世今生种种冤解 让你人生 事业 爱情 事事顺畅 改善您的命格运势 在谈方法之前 先了解一下冤亲债主大致会在生活中 以那十三种样态显现 冤亲债主的十三种显现 一 噩梦清心 由于冤亲债主全是附态空间信息体 人在睡眠中 最容易感知他们的活动 噩梦 尝试恶因正式释放前最重要的预警信息 如果能够高度重视 也就不容易蹉及食言 并且 将恶因化解欲萌芽状态之中 二 善缘自道 冤亲债主在正式开始讨报之前 为了方便讨报 为了在讨报过程中 不受外界的干扰和阻止 常常会非常关注受报者周围的各种善缘 想方设法阻止和切断受报者 一切可能的委员力量和关系 将受报者可能存在的 能够帮助受报者化解恶烟 度过苦恶的一切贵人 全都加以隔断和阻止 三 封闭福报 人是一手提罪 一手挟福来到人世间 消罪增福 就是人生应当恪守的生存原则 如果 人们不惜福 小福无度 增业无忌 也就可能在福报未尽之前 恶报就要提前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债主们有权封闭受报者 还未曾花工的福报 阻断福报的展开应用 在这种封闭福报措施展开以后 本来修行求佛很灵验 有求必应 一修就灵 可是 此时却再也不应 苦修也不灵 业障像巨山一样 挡在前行的路上 难以预约 追求财富风盈 却偏欲大破奇惨 追求名位攀升 却无端失去名位 追求事业成功 却屡战皆败 追求感情岁月 感情却反复受挫 追求家庭美满幸福 家庭却矛盾重重 甚至破碎 修行者在此期间 事故频出 吃素念佛功德效果 及能量 全都被业力挡住 造成看似吃素念佛 无效的表象 这类情况 也是社会上 业障较重的人 误以为学佛是骗人的 迷信的把戏 浅尝即止 会放弃实践 只有志弘愿奸者 勤行不挫折 高度重视者 才能冲破这种业力 对福报的封闭 获得新一层次的 初步解脱 福报的封闭 能够使当事人 诸事不顺 事事皆不如意 只能斩怨难深 烦恼无穷尽 一直消沉低迷 由于悲观无信心 甚至令人生不如死 所报者将受报者 或逼向自杀的危境 或彻底摧毁 受报者生命健康的防线 轻松地进行 最后的索报和讨债偿还 四 预测失灵 受报者在夜报释放前 如果求助各种占卜 全都会完全改变 错误力和失误力提高 结成家常便法 即使是通明者 也会失灵和不灵 而且 如果受报者在此期间 及时警觉到 是业力干扰 及时进行串罪消业 那么 就会很快恢复正常 所谓业障消除既有灵 以及顺畅通灵 就是此意 无 颠倒心性 冤心债主在预警期内 常常运用 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作用于受报者的魂魄 和心智两大先天 与后天系统 使受报者心性出现紊乱 个性发生反常性改变 见识颠倒 判断错误 思想偏激 亢奋与消沉交错 负面思考判断上升 正念正时锐减 典型者 甚至举止言行 都发生怪异不去 六 秉性张扬 远亲债主 在正式开始 全面锁报以前的 疫情期中 常常是先得气生气 因为气行则血行 气血调和则健康 丢失生气 则血质 抵抗力锐减 因为受报者的生气 逐步被以夺 受报者就会出现 各种精神疲惫 经历不支 入不敷出 容易疲劳 神经衰弱 失眠多梦等等 各种压健康的体质状态 甚至出现各种无名病痛 以及医院检查 也难以确诊的 各种有症状 无病名的奇怪疾病 这种现象 有时甚至会困扰 受报者的心身 多年而不退 最后才转为实证 展开正式锁报 把旁敲侧击 在预警期内 有时 冤亲债主们 常常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 来提示和警告受报者 例如 他们经常将负面影响力 作用于受报者 最关心的亲人身上 通过这些亲人的怪异事件 和意外事件 以及性情突变等等现象 进行试景 试景期较长的事例中 魂可能造成 整个家庭家印的大滑坡 九 博城试景 冤亲债主 也可能先采用 博城试景的方式 提醒 警告和宣誓 我马上要正式索取 重大债务了 这一类博城试景现象 经常是使受报者本人 或者其亲人 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意外 例如轻微的车祸 五股摔跌 划破皮肉 血光小灾 物件损毁等等意外事件 十 造逆夺制 冤亲债主 运用引态能量 为受报者制造逆境 打击受报者的信心和志气 使其一直颓眉 受报者可能在短期内 几二连三的遭遇的 重大了倒霉事件 或者诸实不顺 受外界莫名的欺压击破 受人冤枉 令人委屈 使受报者的内心受到严重打击 意志崩溃 或者忍无可忍 难以自知自治 产生错误判断和决策 以及行动 继而达到报应显现 十一 赴景昭示 受报者由于在预警期内 生命长于体内的阳气 迅速减弱 阴气上升 使受报者的身心容易接近太极显现 直接感受到附态空间的客观存在性 以及捕捉到附态空间中的一些场景 受报者即使平时坚决不相信 但是 一旦进入了附近昭示的状态中 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惊恐的奇怪的际遇 眼前可偶尔看到隐隐约 似有似无的图形景象 不经意识 眼角扫刀人或动物的立体图形或者黑影 这些异形 大兜一闪而消失无踪 集中经历 在想看清楚时 已经没有可能 有的人可能会常常觉得 自己旁边有人或其他东西在跟随着 似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盯着自己毫不放松 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 无端的毛骨悚然 偶见惊心胆战的鬼 十二 重罪照为 民间有个说法 有福之人常吃药 这是说有一人经常小病小灾 经常服药治疗 反而一生都挺顺遂 没有大起大落的苦 他们夜报的预警纪经常 也较明显 而有的人却是在夜报展现时 几乎没有什么典型明显的征兆警示于前 比较突然的 就迅速展开 导致受报者防不胜防 或者快速的一命呜呼 或者一夜之间 倾家荡产 重罪照为 这是夜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种表象背后所潜藏的激励 却十分值得世人重视 征兆微弱 稍纵即逝 所反应的 并不是报应轻微 弱小 何可以轻松化解 相反地 表现出的 是罪在难设 这种现象提示的是 冤亲寨主 不依不饶 十三 修行不灵 修行者应当高度重视 也报得征兆 一般而言 在刚开始修行佛法时 如果夜历并未展开 那么 效果一定会 较为迅速地产生 一用就灵 一时见就有效 但是 随着深入 这种现象会逐步地淡化 这种情况 也就是动有夜魔 做障元的具体表现 如果修行者不能觉悟到 和正确对待 这种征兆与现象 就会产生退心道志 这样最合服 债主们的愿望 这一类修行者 就可能越修反到 麻烦是越多 负面打击性的反应 也特别多 不修 可能还平静 一修 反而麻烦多 方法的灵验性 也锐减等情况 很容易使人 丧失信心和正信 人人都有冤亲债主 杀伤 吃肉 金生 潜世 潜潜世 如有上述选献 请参照如下方法化解 二十种化解前世 金生种种冤解的方法 一 绝不报复 远天尤人 二 不念旧恶 不曾误人 三 真诚心为对方设想 四 肯定众生本性本善 五 凡事忍让 欢喜感恩 六 身陷因果 绝不解怨 七 清静慈悲 佛力加持 八 认真反省 找出原因 九 诵经念佛 专为回向 十 恭敬礼拜 十一 发心为一切众生修行 十二 以界定慧 降服莫愿 十三 真诚不够 忏悔无用 十四 依旧修行 远离魔障 十五 夜缘要从内心化解 十六 逆来顺受 一笔勾销 十七 点头微笑 阿弥陀佛 十八 顺逆静缘 平等和睦 十九 志诚念佛 圆满超度 二十 吃素念佛 顿恶修善